决战十九大 习近平十一招待会元老一个也不请 9月30日晚 中共国务院举办中共国庆招待会习近平等七常委出席 中国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 习近平 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晚会致辞 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推进攻击侧结构性改革及脱贫攻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借此保障基本民生底线 提高群众幸福感 中共元老集体缺席今年的中共国庆招待会 7月30日习近平诸日和阅兵时 中共元老同样也是集体缺席 这显示习近平为防止十九大老人干政 所以不让中共元老露面 编辑部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王 9月30日称 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中共领导人也出席了会议 实际上自2015年9月3日大阅兵后 江泽民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而且从8月14日开始 多维网联发三文 矛头直指老人干政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阅兵当日 江泽民 李鹏 胡锦涛 温家宝等集体现身天安门城楼 但随后的2017年9月3日中共国庆招待会上 楚宇正生在新疆考察外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在京政治局常委出席 但江泽民等退休常委一个都没被习近平允许出席 习近平对老领导采取了十五字方针 即尊重其贡献 警惕其影响 控制其待遇 让江泽民 曾庆红等退休常委尽失于威 十五字方针 防止了十九代老人干政便于习近平集中权力 公开给反对势力以下马威 敛稍 鼓 杜 scroll